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点呢 就是我们仔细思考一下 体会一下 品味一下 那个《龙一台》那篇文章的标题 那个标题是 不管你说什么 我反战 那这个标题呢 反战两个字当然很醒目啊 但是不管你说什么也蛮重要的哦 因为反战其实没什么好讲的 全世界人都反战 有人支持战争吗 其实有他也不敢讲 反倒是我反战的前面的那个附带的那个情境的描写 如果我们不了解《龙一台》是谁 我们对于他过去的作为都不晓得的话 那你看到这个标题 你会有什么反应呢 你会有什么感想 不管你说什么 我反战 那你的反应很可能是正面跟反面 也各占一半的集会哦 因为这个标题也没有说 他是要针对谁在说这个话 这是他自己的文章嘛 所以如果你看了这个标题 你有负面的反应 那就我们前面讲过了 这没问题了 可是你是不是也有可能有正面的反应呢 有啊 可以有啊 不管你说什么 我反战 这句话可以是针对习近平讲的 不管你说什么 这一句话用来送给习近平 远比送来给蔡英文要合适得多 因为蔡英文基本上没说什么 我是说关于两岸的战争什么 蔡英文基本上是非常低调 非常保守的 反倒是习近平或是中国共产党 他们用各种方式说他们要把台湾拿过去 所以不管你说什么 这句话当然是用在习近平身上比较妥当啊 龙英台并没有说他这句话是针对谁说的 那就是看读者的解读 所以批判思考提醒我们 凡事情 give a second thought 要给一个第二个想法 不要只接受第一个印象 那其实我们的第一个印象是来自于我们过去对龙英台这个人的各种表现的不满 所以我们听他讲这个我们直觉反应就是龙英台又在帮中国人讲话了 其实要说这个是帮中国人讲话也很困难 因为如果说我反战是针对台湾 这个说不太同 因为台湾并没有要战争啊 所以当龙英台说我反战 当然是针对着要战争的那一方的讲的 怎么会是针对着不要战争的那一方讲的呢 这不可能嘛 先不管内容啊 光看这个标题 我就觉得应该支持龙英台 对极了 不管你说什么我反战 我的意思说不管你龙英台说什么我反战 我反战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直到现在 我们都不愿意跟中国作战 那是中国一直要跟我们作战了 所以第一点呢 我就说大家要花一点力气 对这个语言的情境做一点批判思考 其实呢 反战这个概念是有相当高度的 就自由民主人权反战 这个都在同一个高度上面 反战类似于自由平等不爱的意思 所以反战这个语言 这个语会的话语权 我们应该要掌握 而不应该把它奉送给龙英台或者是统派的那些 9.2那些人 变成他们在反战 我们在主战 天下怎么有这种事情 当然我们是反战的 说那你反战你怎么买武器 我买武器是为了反战 因为我如果没有武器 我就会引起中国对我的战争啊 因为中国觉得他不需要付出代价 他当然随时就可以来啊 那你反战 你为什么一直讲刺激中国的话 那就是要澄清我没有讲任何刺激中国的话 我们只是讲事情的实情 第一台湾从来没有被中国统治过 第二台湾的自由民主是人类的普世价值 我们坚持这一些普世的价值 不表示我们要战争啊 恰恰相反啊 我们就是为了坚持这些普世的价值 才不要战争 我们才反战啊 进一步来讲 我们反战的理由就是因为要维系自由民主的价值啊 所以我们不愿意跟中国战争 跟中国战争我们一定会打输的 所以反战应该是我们的话语权 不应该把它奉送给对方 当然每一篇评论文章里面都有讲说我们反战 大家都会这么讲 可是因为你评论的重点一直在说 罗英台你应该去跟中国人讲啊 你只反战你不反共啊等等 当焦点通通移到偏离反战这个概念 一直把焦点拉回两岸目前的紧张关系的时候 那我们自己的反战的立场就会被模糊化 所以我倒是觉得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争取反战的话语权 那争取反战的话语权的最好的方式 就是正式的发表文章说 我们支持龙越台的说法 龙越台的说法 龙越台的说法 确确实实是抵抗中国战争威胁有力的工具 因为他里面又提到什么罗丹的艺术作品啊 又是什么文心的生活啊 种种美好的日子啊 一有战争就全部都完了 他讲得非常非常的对啊 反战有非常非常多理由 过好日子也是理由之一 我们支持啊 所以我们反战 那因此拜托中国人你不要打我们 那以上我这样的一个看法 我知道在很多我们台派的朋友里面 大概不容易接受 大家心里面那个情绪啊 过不去 看到龙越台写这东西就非常火大 非常不高兴 第三点我要跟大家讲说 其实我觉得台湾人应该要更有自信一点 反战这个题目当然是我们先抓在手上比较对 龙越台这个人当然是把他拉在我们的阵营里面比较对 龙越台这个人我不愿意批评他啦 因为其实我对他也没有那么关系 但他过去写的很多文章其实都有两面性 这个大家应该了解 大家对他很生气也是因为他的两面性 让人觉得他蛮gay by的蛮恶心的 如果你从某个立场来看的话 但是你换一个立场来看 他的这种两面性也有他的一个意义在 龙越台的比如说靠拢中国的这个立场 跟那些比如说吴思怀马英九比起来的话 龙越台支持中国或对中国的各种想象和幻想里面 还掺杂着更多的对台湾的怀念或对台湾的关怀 这个当然是事实 那他的这种两面性是既存的既定的事情 那些问题是说针对这个两面性我们要怎么面对他 我们可以把他一脚踢到对方去说 你这家伙挺台湾是假的 这当然是一种说法 我也不反对 但你也可以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他说 他虽然很喜欢中国 但他念念不忘台湾 他说不管你中国说什么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台独太可恶了 台独就是一种毒 不管你说什么我反战 也就是说中国无论你们有什么立场 你们不能对台湾动武 用这种方式把龙英台的说法 甚至于把龙英台这个人纳入我们的阵营 当然是比较明智啊 但这个明智让我们心里面很不安 那我觉得这是考验着我们对自己的信心够不够 所谓海纳百川 台湾要独立建国 建立世界上人间理想的国度 这个要追求的目标 是可以让我们更有信心的面对各种不同的意见 上一集我说 我提议我们来办一个舔式学校 专门培养像欧阳娜娜这种人去舔共 因为中国需要被舔 他们舔的觉得比较舒服 他们如果感觉比较舒服 就比较不会来威胁我们 那我这个说法当然有某一种反讽的意味在 但是这个说法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也就是我们台湾人应该要更有信心 包括那些去舔共的人 包括龙云台说这种 听起来蛮假掰的 说来说去不知道 你讲什么 这些人 其实都不必对他们 太过的有情绪化的反应 我们做的事情是世界上 只要是头脑正常的人都会知道是该做的事情 这没有什么好怀疑的 这没有什么好争吵的 这事情是如此之正确 没有必要去跟马英九那些人斗口 完全不需要 那些人让他们去发挥他们的作用 完成他们自己的可告人或不可告人的内心的动机 那我们都可以无所谓 台湾的道路是艰辛的 艰辛的道路需要更大的勇气 勇气需要更坚强的信心 以上呢 我们运用这篇文章来锻炼我们批判思考所提出的一些意见 我当然很了解 我的这个意见可能会得到反对的声音 比赞成的声音要多的很多 但是我还是愿意提出这样的一个看法 给大家参考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